繼續來看 中華政府基盤烤肉飯 民眾只要到競出的店家 吃這個烤肉飯 吃飯兼當年 只要當年20月 就能來換這個紀念碗和收拾券 不過有多久 只基盤10天 三百的紀念碗就已經換完了 旁路上 甚至有人在賣 紀念碗和收拾券的組合 一組是賣到2000元 就是這堆碗 賀白鳥要吃烤肉飯的民眾真加意 德盛邦羅上 刺行這堆碗 價達2000元 不過這對愛吃烤肉飯的民眾來說 這堆碗的紀念價達 不能用金錢來算 賣出去應該是不會賣 畢竟這是我花時間的 對不對 我可能就是想要去各個地方採點 就做一個紀念這樣 從沒贏 我也去買 今年中華官政府基盤空白本節 也推出收拾點數 第一次換紀念碗的活動 由於是用所有的方式來收拾 要收拾碗20元 並不簡單 不過押收北朝民眾真有心 所以三百的紀念碗 在兩天前就全部都換了 感謝民眾對2024彰化礦肉飯節 尋找礦式英雄活動的支持 彰化古城紀念碗在9月9號 已經全數兌換完畢 至於正品加碼的部分 後續會依照民眾的反應 再來進行整體評估 紀念碗是以彰化四個古城門為設計發想 精細典雅 十分具有紀念價值 官府表示 三百的紀念碗雖然已經換完 不夠烘肉收拾碗也有 在一位立合在中華前的評估 很有中華烘肉加連碗 東京的碗湯很精彩 可以吃得安心 生得開心 到中華新聞中心裡 中華菜紅包的